以后的旅游时代 您那颗想要出国的心 是否也在蠢蠢欲动的呢 根据全球订防平台独家公布 台湾人最想去的前三名国家 依序为日本、美国以及德国 今天台湾百位采访小组 就要满足您的心愿 让您为出国暖身做准备 在桃园市中心 有一区桃园警察局日式宿舍群 是桃园少数保留日式木构的建筑群 目前政府将此区活化成为文创园区 让您仿佛置身在日本一般 里面还藏有日本超人气甜点舒芙雷 以及冠军咖啡 让您可以度过一个悠哉的午后 为在桃园市区中正路七十七巷子内 有一个闹中取静小而美的一文园区 整个园区面积不大 但是颇具有日式风情 让人仿佛置身于日本古都一般 原本就有的就是这么多棵老树 这么大这么高很难看到的玉兰花 我们这边很漂亮是三月份的樱花 三月份来说应该很漂亮 全部都是樱花 嗓音的好地方 对 而且更像是在日本的感觉 在采访小组沿途介绍解说的 蔡旭丰先生就是这里的营运长 他表示一文丁在日治时期 是警察局日式宿舍群 不但保留了桃园城市旧城区的记忆 也见证了从日治时代开始到现在 桃园市区揭阔发展脉络的历史故事 1915年他把它划分成这里是桃园厅 那当时的地方政府都在这附近 包括合作金库 彰化银行 这附近周边都是 所以也是算是桃园最繁华 最有发展的一个地方 过了五年以后大概大正九年 就1920年桃园厅就升格变成桃园厅 因为工人员的注释需求就增加了 就把这片大概一千坪左右的土地 作为一个官署的宿舍来使用 桃园警察局日式宿舍群 原来是有六栋建筑 皆采用中心对称格局 是日治时期官社的标准建筑形式 2011年其中一栋宿舍失火烧毁 一栋年久石修坍塌 后来因为宿舍群具有历史意涵与价值 因此2013年登陆为历史建筑 并且在2017年10月修复完成 成为桃园区第一处火化的日式宿舍建筑群 这里还蛮漂亮 就是在都市里面有一个历史 就是日本历史风情的地方就还不错 非常传统的事情 发现之后就发现这边很漂亮 然后就想说走进来看看就是里面有什么 然后本来以为就是可能只是可以参观这样 然后后来发现这边有咖啡厅这样 我觉得它里面的舒芙蕾也是真的蛮好吃的 就是很不会腻 然后又蛮松软的 我是觉得蛮推荐的 欢迎品尝我们全台门市日销鲜柯的舒芙蕾唷 这边帮您送上创意咖啡吉乌山栏 我们摩卡湖里面放的是我们的干燥桂花还有干冰 旁边杯子底层是客家手工鸡酱 搭配我们的荆棘汁去做一个调和 搭配我们的荆棘汁去做一个调和 旁边的荆棘汁是我们的荆棘汁去做一个调和 这些小钢杯是搭配我们热的精品浓缩咖啡 那这边我就先帮您加入咯 我们这款设计师的发想是 有一次他去爬虎头山 那因为当天刚好下了大雨 起了大雾 那旁边就传来阵阵的桂花香气 因此他将整个现场云雾缭绕的感觉 带到我们这一支作品上面 他这个想法我觉得真的很棒 因为他这样很像是 我们可能早晨去 或者是在某个很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刚好去 然后就会有他讲的山栏 然后融入在这咖啡里面 这个发想真的很特别 真的把这种云朵 或是什么融入在咖啡里面 然后变成就是一点都不会特别苦 反而特别特别甜 因为我不喜欢咖啡 但是这个很甜 非常有趣 结合虎头山风景及客家手工菊匠 所发想出来的创意咖啡真是令人惊艳 设计师特地透过冷熏的方式 将咖啡及桂花的香气带出 除了拥有视觉饗宴之外 也能闻到淡淡的桂花香 是一杯只能在桃园店喝得到的限定版咖啡 除此之外店内还有一款超人气甜点 让来访的客人 一试成主顾 大老师上面那个焦糖 非常幸运 尤其是刚开始第一口那种温热的口感 真的非常棒 那我们首先要开始先制作舒服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替我们的钢圈涂抹油 为什么要涂抹油呢 是因为我们要防止沾黏 那我们现在来一下我们自制的面糊 下完面糊之后 我们要稍微去翻拌里面的面糊 让它的空气出来 这样我们煎出来的舒服蕾 舒服蕾才不会有空洞 现点现做的舒服蕾 制作时间约20到30分钟 并且要翻面三到四次不等 因此想来店品尝的朋友们 可需要多一些的耐心 话说如此 制成繁复的甜点 又为何会成为店内的主打商品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想要展现 创新与茶艺化 如果咖啡厅的主角是咖啡的话 那很难突围 所以我们就想要以甜点作为区隔 那舒服蕾的话就是 只有在五星饭店才见得到 那我们就是选择了日式舒服蕾 一方面的话是台湾人向往日本 那另一方面的话有别于法式舒服蕾 就是需要在烤箱烘制 那日式舒服蕾的话是需要职人去手作 现点现做的 因为我们的董事长有去日本取经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资认的精神带回来 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贩售这个商品 我觉得它的调味就是甜度很刚好 就是不会太甜到很腻 但是也不会说不吃甜点的人觉得太甜 自身岁月淬炼的日式百年宿舍中 品尝着五星饭店等级的甜点 享受创意咖啡带来的视觉 及味蕾的惊奇饗宴 是您不能错过的体验 如果想要在此用餐的朋友 这里也有卖正餐 供君选择 那我们这款制烧焦香雪文豚 我们上面的猪肉的话 是选用我们台湾猪的蒸帽肉的部分 这样去烘烤的 它有点接近松板的地方 但它比松板肉还要再软嫩 然后油脂会比较少 底部的话三种颜色的话 分别为红麴 麦姜黄 那旁边会搭配各式季节性的蔬菜这样子 整体感的话就是非常的缤纷 所以它才叫做我们的彩虹饭 跟彩虹饭一样缤纷的创意咖啡 还有这一款 荣获2010年创意咖啡的冠军杜鹃 那这款比较特别的话 是因为它有参加2010的创意咖啡大赛 那这一支的话是有得奖冠军的作品 它叫杜鹃 这个是我们自己自制的白桃 这边加入我们的冰块 这边加入的是洛神 还有我们的精品浓缩咖啡 那这款在饮用的时候也会建议客人 用长汤匙均匀的做一个搅拌 它喝起来很滑顺 它喝起来完全不像咖啡 第一口喝下去有咖啡味 但是味道不会很重 白桃的香甜搭配洛神的微酸感 让味蕾有了第一层的经验 最后咖啡的甘醇萦绕口中 完全颠覆以往对咖啡既有的味觉享受 但是如果您是喜爱品尝 咖啡本身萃取韵味的朋友 这里也有提供手冲咖啡 那手冲咖啡的部分就是我们将咖啡 萃取到壶中 那我们的壶本身有保温的效果 会随着温度的变化 然后风味会有所转变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今天的 这支精品配方豆 是我们的烘豆丝调配出来的 那它是采至伊索比亚各产区 象征着我们回馈非洲洁净水计划 那因为我们成真咖啡 有透过世界种展望会 在非洲角招景 那可以改善就是当地的水资源 一杯咖啡可以让人梦想成真 董事长王国雄的梦想 就是帮助非洲当地居民 有干净的水喝 因此公益咖啡也让它梦想成真 而园区内的祈福亭 也承载了许多人的梦想及心愿 采访小组巧遇远从花莲来访 且自小受日本教育的 曾老先生一家人 我看就知道日本是什么 日本的那个拍摄所 或是他们拍摄所的宿舍 就是都用 都去这个地方 都去这个地方 对 站着鸡的出世人 他会变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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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也会变得很高兴 以日式质 自然 优美的和谐氛围 延续历史文化传承精神 除此之外 园区内还特别展示了 从日治时期所保留下来的建筑工法 以及警察文物供游客参观 所以这边一定要脱鞋子就对 是 是 是 因为木地板怕刮嘛 对啊 那这个是 这是小舞臂 就是日式的一个建筑工法 日式的民房里面很常会见到这一种 就是墙壁的制作方式 它小舞臂主要会叫小舞臂 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竹子 是一种叫做小舞竹的竹子 那日本人他们就是把这些小舞竹 就做成了竹片 然后再用上面的这一种草绳 把它细起来 最后再用夯土啊 还有这些东西 就是可能来来回回的夯了三层 最后再上了 日本人最喜欢的这种白石灰 那他们制造成的这一种墙壁呢 有三个好处 一是可以防震 就是日本跟台湾都在这一种 太平洋地震带上面 那他们用这一种结构的话 地震震度上来了 它可以很好的把这个震度 给分散出去 所以他们的房子就是相对的稳固 那第二个好处是它给防虫 就是如刚刚所说 我们有放一个白石灰的部分 石灰本身就是可以有驱虫的效果 第三个好处它是 我们现在看到它里面 都有这种纤维啊 有这种孔隙 所以他们日本人的房子住起来 都是比较冬暖夏凉的 为了应对台湾风土气候的独特性 针对多雨潮湿的环境 在日式建筑上强调防虫与通风 像是常看到日式建筑屋 不会将房屋架高 并且在底部设置气窗 也是为了冬暖夏凉之用 而在日式建筑的屋内 都会隐藏着一片神秘的板子 据传闻啊 这片木板具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哦 这就是一个叫做洞杂的 就民俗学的意义上来讲 他们在我们东亚会有的一个 上凉仪式的时候 他们就会把这个洞杂 放在他们的大梁上面 那他们放在大梁上面的用意有两种 比较唯物主义的就是为了要让大家 辨识这个房子的一些基本资讯 业界里面可能会称呼它 昵称它做房屋等身份证 就是日式的房屋只要找到它 那我们大部分就会觉得妥当了 因为我们就可以从它的洞杂上面的资讯 可以知道说这个房子的业主是谁 设计师是谁 违心主义的方式来讲呢 是他希望说我把这个洞杂放在大梁上面 可以镇住这个房子 它本身的这些木头的林 木头里面的林可能它被做成房子 它有一些怨恨它可以做镇住 那也可以保佑就是我们这个房子里住的住民们 可以和家平安啊 那我们讲到这个洞杂 就一定要讲到鬼瓦 对 鬼瓦它看起来我们警察宿舍的鬼瓦 是比较祥和的 它是云纹的形状 可是它最早开始是从隋唐时期的一个 中国的瘦面瓦转移过来的 那日本觉得说只有瘦面不够恐怖 那我要更恐怖 我们就做成了鬼瓦 就是更猙獰 但是我们这里因为是警察宿舍 警察本身就很有正义 对 警察应该是要比较有正义的形象 所以他们做成的就是比较祥和的云纹 进来的时候发现这环境还很特别的 对 尤其是需要拖鞋这个环境 然后又有点日式风的建筑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这边也很好拍照 很适合假日情侣或是家人 带小朋友一起来 活化后的园区成为桃园最受欢迎的 拍照打卡景点之一 除了保留日式木构建筑的历史风貌之外 也提供手作坊 展览区 户外表演 户外表演 美食餐饮等项目 并结合在地的文创团体 形成多元艺术融合的聚落 来一趟和风曼活散步之旅 为日本行做个暖身 也很是惬意哦